帥哥 航海王張榮發逝世之後 由張國華家族主導長榮海運 避逆海運界多年 那陽明海運則有最大的股東 關古護體的國家艦隊 那我們說講到陽明海運 它的前身 你在歷史課本上就學過 就是傳說中的輪船招商曲 1858年在英法聯軍之一 我們親帝國戰敗之後 簽下了天津條約 那天津條約裡面 割讓了所謂的內河航行權 給這些外國人 那你要知道 當時中國的所謂傳統動力船 是打不贏西方的機械動力船的 從此內河航運 也變成列強的天下 而自強運動的時候 李鴻章重用他的金主兼最佳排檔 清朝第一官商盛宣懷 成立了輪船招商局 花了三年的時間 逐漸將內河的航運權 給搶了回來 他明白的知道 一個開發中的國家 最重要的就是交通建設 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要創辦 交通大學的原因 在他搞完航運和電報之後 他就朝鐵路發財 還記得2019年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川普那個時候 除了主線任務以外 他決定刷副本 開啟了運收賬款模式之 湖廣鐵路債券事件 川普拿出了1911年 湖廣鐵路債券 要跟中國要債 那這個就是盛宣懷簽的 借款當時借款了六百萬英鎊 年期五離 還款期限是四十年 也就是要到1951年才能還完 但是1938年 也就是抗戰爆發的隔年 即停止付款再息 再順道一提 清末的保陸運動 就是他下令鎮壓的 從湖北調軍隊來四川鎮壓 造成當時湖北軍力空虛 這也是武昌起義會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不過呢 台灣最神秘的航海王 則是近海龍頭 萬海航運 明明歷史最悠久 但是外界卻最陌生 今年股價大爆發 一舉站上了我們說當時航運股的龍頭 也是上半年台股最吸睛的主角 那目前有海王子之稱的陳柏廷掌舵 百億富豪住的不是地堡 而是屋齡十幾年的華夏 最愛去美食街吃飯 2018年萬海開始布局買船 最近開始長道豐碩的成果 股價一度創新高 佔上了三百大關 歷年的業績 我們說雙雄賠錢的時候 也只有萬海賺錢 作為一個低調的老三 那時候在打越戰 現在有一個東西叫做貨櫃 那基本上你把所有的武器 什麼裝到箱子裡面去 然後就會準時的出現在 你需要的地方 而且東西也不會丟掉 那美國國防部就說那試試看喔 那就一試之下 美國國防部就發現說 這真的很好 1950年代初期 正當阿兜阿看見貨櫃強大的運輸力 掀起狂潮 那是台灣 還在台灣 再用傳統的散雜貨輪 會搭上這一股運輸革命的浪潮 全是因為這一位關鍵人物 香港特首董建華的父親 董浩雲 就是他最高峰的時期 他旗下擁有大概150艘的 將近1100萬噸的這個船船 1970年的時候 美國副比是曾經一個 世界傳業大王 來報導這個董浩雲 董浩雲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在香港的詮釋地位 比華人首富李嘉誠還要威 別以為他是含著金湯匙出身的大少爺 航運巨子一路白手起家 他其實16歲就中錯了 可是他在靠著自學的方式 他可以學會英文 日文 還有法文 他24歲的時候 大概20幾歲的時候 他已經當到了天津輪船公司的 藏務總事跟副會長 年紀輕輕 展露頭角 1940年在上海成立中國航運 他八面零龍特性 黑白偷吃 還是上海地下皇帝 杜月笙的旗下門徒 1949年中國局勢周變 他決定選邊站 將基地移到香港 並在基隆設立分公司 李當與台灣的互動 應該更加頻繁 離奇的是1950年之後 近長達14年 從未踏足台灣 兩岸之間都在爭取航運的人才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這些航運大佬其實在兩岸之間 也就是互相保持距離不得罪 那所以兩邊都在爭取的時候 有資料顯示就是說 董浩雲其實來 那時候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也有被跟蹤 然後其實也差一點回不了香港 國民政府對董浩雲 既拉攏又懷疑的態度 說明他在航運界的地位 靠著敏銳的觀察力 讓他抓住商機 短短20年 躍身成為世界船網 董浩雲就認為說 這個一定要改 因為那時候他有去下單 做建造新的貨櫃船 但是問題是來不及 因為航運世界其實都很快 就是起伏非常非常的快 就直接改 想坐貨櫃船卻沒有設計圖 董浩雲打著如意算盤 那就自己改裝吧 沒有想到還真的讓他做出 全台灣第一艘貨櫃船 東方神居號 1969年在高雄港風光起航 行進香港 日本到美國西岸 洛杉磯 越過太平洋航到美國去的時候 聽說那個一開始的船 就是搖搖晃晃 因為原重心也不穩 然後上面貨櫃那時候開始 也沒有像現在綁得那麼好 就是里里拉拉這樣子過去 然後航過太平洋 大家都覺得非常吃驚說 哇這種船你們也敢開 董浩雲就在嘗試摸索當中 開啟了貨櫃航線 也創下台灣貨櫃運輸的新紀元 但是高雄港的硬體設備 卻還沒有跟上腳步 當時的港務局長李廉遲 靠著土法鏈鋼新建高雄貨櫃中心 但問題是大家都沒聽過貨櫃 那怎麼辦 後來他就找了他底下一個工程師 然後就請他來做設計這樣 他也沒有聽過那怎麼辦 就去拜託一些日本的客人 就是日本來的這些商 就是這些客人 包他們工程的這些包商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請他 再從日本帶一些有關貨櫃的書 來給他做參考 那這個中島山崗區裡面 就剛好有包括所謂的 加工出口區 還有所謂的散閘貨的這個碼頭 還有就是去改建 這個40號到43號的這個 第一貨櫃中心 其實都是帶有這個實驗性 本來想說試試看 貨櫃中心卻意外大受好評 設備有了 台灣的本土航商也陸續成立 長榮海運以一艘商船起家 首創環球航線成為世界龍頭 陽明海運前身是上海的 輪船招商局 但是順其萬變的航海界 跟國營事業一成不變的體質 實在是差很大 經過了一番改革 他才成為航海王 長榮其實是航海界的孤狼 就是說其實他基本上 在航海界都是獨來獨往 陽明就會去找一些朋友一起合作 就做聯盟 比如說他們那個時候要進軍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韓國的航商一起合作 眼看遠洋市場被群雄割據 1965年成立的萬海航運 創辦人陳勇 13歲開始跑船 20歲就成立商航 經營進出口生意 後來還跟親國大王陳查某合作 奠定財富 陳家的霸業包含了造紙 航運 銀行等等 靠著靈活判斷國際趨勢 以小博大造就靜陽霸主 萬海航運的創辦人曾經講過 他不要跟人家比打 他也不過度切代 然後用頭腦去賺錢 覺得最穩扎穩打的進來開始 台灣的四大航運公司全球爭霸 這時台灣的經濟政策 從進口替代轉型成出口擴張 要怎麼搭上這個貨櫃浪潮 在高雄港設立的加工出口區 正好是一大助力 加工出口區就是怎麼樣把貨給製造出來 然後貨櫃港就是怎麼樣把貨給運出去 所以在台灣的貨櫃全盛時期 其實也是台灣製造業最風光的時候 這個加工出口區特別在於 它融合了所謂的自由貿易區 還有免稅區 工業區等等的機能 也就是說貨物進來台灣的時候 它不要不進口進入台灣 在這個加工出口區都是服務免稅的 投資的目標是1800萬元 可是短短的第三年 它就已經突破到2500萬元 加工出口區與貨櫃運輸相輔相承 台灣躍升亞洲四小龍 更創造了經濟奇蹟 正幕後是一群無名英雄在港灣奮力拼搏 雖然無人潰無人潰無人潰 將來大事 我心未來人是追著旅館到日子 苗塘來安慰咖基 心內的虛擬 哭女的願望唱出女工的新聲和文化 當時台灣世界首創加工出口區 成立才短短兩年 外匯存體世界第一 這樣的輝煌成績 全靠一群離鄉背井的女工 她薪水很微薄 那是廉價勞工嗎 那個時代 所以你說將來又怎樣 那就是維持一個簡單的生活而已 可是他們犧牲了他們的青春 就成就了台灣的工商發展 工廠的無名英雄 還有貨櫃群成的奮鬥 卸下台灣經濟光榮一夜 台灣行業發展一路顛簸 靠著靈活發展的策略 在波濤洶湧的海上 與世界爭霸 港口除了有漁業貿易和運輸的功能以外 更有重要的軍事價值以及戰略地位 高雄港原本只是一個小漁村 但是在日日時期內被日本人向眾 開始在這邊進行軍事建設 高雄也成為重要的海軍基地 但是隨著1950年的6月 韓戰爆發之後 美國第七艦隊突然無預警地 通過了台灣海峽 1954年我們跟美國簽訂了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形成軍事同盟 美國為中華民國政府提供了軍事協助 美軍也直接進駐到了台灣 由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負責指揮 而年輕立狀又有錢的美國大兵上岸之後 當然要解決他的生理需求 於似乎當時我們說從高雄的三號碼頭 到這個愛爾畔之間的七賢山路 開始開啟了很多所謂的酒吧 高雄在地的棒棒女孩也從此在酒吧裡面 以這個八女或者是八娘之名献身 成為當時美國大兵在他鄉異地 撫慰十鄉之情 以及風花雪月的最佳涼拌 七賢山路上面在這個集盛的時期 酒吧的數量高達三十三間 而當時的酒吧的這個女士英生 約有一千多位 當時是台灣我們說戰後經濟 當時在台灣在戰後經濟重建的時候 民生普遍凋敝 那美國兩個字就變成多金的代名字 所以你聽老一輩台灣常常說 這口米國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人很有錢 但是不是每個戀曲都有美好回憶 在那個缺乏衛生保健局 避孕之勢的年代 很多女試運生懷孕了 那我們現在覺得混血兒很帥很正 當年混血兒是被歧視的 在那個紙醉精明的年代 很多悲劇也正在上演 二戰期間盟軍猛烈轟炸台灣 吉隆港高雄港成為目標 問索按盟軍船艦進攻 日本政府最後甚至自炸巨輪封鎖航道 港口運輸機能完全癱瘓 這樣的封港造成了高雄港在戰後 其實一度癱瘓不斷使用了太多的沉船 那在地人就說 哇 這麼多的船都是日本的 每一艘都是什麼玩號什麼玩號 所以整個高雄港 像是瓦娜騰港 載浮載城這些船 不只是高雄港 萬如斷圓潭壁 從檔案局曝光的珍貴畫面來看 戰後接收的基隆海港大樓 外牆彈痕累累 最慘的是 這害的船隻出不去也進不來 為了搶救經濟 1946年政府鼓勵民眾 投入清港工作 以前的紅袍康那裡 就有許多高雄半地的業者 就自發性的也是出來 來做這一塊的工作 很快就組成清港的這個作業小組 所以第一次的這個高雄港 拆船拆船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政府制定具體的打撈沉船制度 不只SOP 就連獎金分配 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當年第一批的乘船都還沒拆完 也有近4000艘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江輪 因為台灣的河川地形不適合航行 因此成為拆船的重要來源 這一拆拆出了技術與規模 甚至還進口國外舊船來拆 因為當時整個台灣正在工業高速的發展 很多的設施或者是零件是其他地方沒有的 甚至廠商也沒有代理 所以從這些國外進口船隻裡面 就可以找到 那所以這又形成了一個新的 一個財產產業的高峰跟榮景 這榮景是一群拚了命的勞工 用肉身與鋼筷拼奏而來 徒手爬吊桿又得要高空走鋼策 每回的工作就像拿心運在拼 這也造就當年台灣的拆船速度 大趴一堆阿糕啊 技術上面我們在焊接 切割 然後分成不同層次的這種工法 那其實是可以加快那樣的速度 如果說國外要拆一艘費輪的話 應該利耗都要到四五個月 五六個月的時間 那那時候高雄只要半個月 甚至一個月就可以有辦法 可以拆解萬噸級的郵輪了 被解體後的各種鐵料 千塊 基建 廢物金 通通是保 地點加上群聚效應 帶動高雄嚴城區公園路 聚集上百家的鐵工廠 形成了五金一條街 天時地利加上政府民間動起來 台灣的拆船業日漸成長茁壯 1968年跟月深世界拆船王國 一次拆解的話 好像總共有分可能三十幾個碼頭 那一次一天好像都三四十艘 在那邊做拆解的 那加上外海的啊 很多都一直在那邊等在拍著要做拆解 高雄當初真的是一個拆船王國 一路拆 拆到戶上 1970年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機 後遊巨輪開始被投派 正野加速拆船業的盛行 而台灣也實施了十大建設 需要大量的鋼鐵 政府決定在高雄港開闢第二港口 成立拆船專業區 剛開始的拆船就是在這個 舊港區這一區的港岸 它有高度的公安污染這種環境問題 所以呢它就慢慢的一直往南前 那政府它也要促使這個產業在高雄的這個 可能說紮實的發展 所以它在大人工設置一個集合的拆船場區 37個碼頭幾乎客滿 2萬多名工人在這裡掏取所謂的黑肥料 每年靠他們繳交國父的稅金高達20億 甚至還提供十大建設所需的原料 當初的中鋼也是算是十大建設之一 那那時候的鋼鐵幾乎百分之50% 應該都是從拆船產業而來的 高雄的拆船業盛極一時 各種商船軍艦拆下來的零件 也成為美軍軍官的尋寶地 一度帶動港口周邊酒吧 俱樂部的興起 在酒吧陪酒的八女穿著夜宴 有洋人招搖過街 高雄的七弦三路就霸一條街 與台北的雙城間女郎 都成為美國大兵最嚮往的風景 美國大兵一箭雙雕 在浴池鴛鴦戲水 美國時代雜誌登上這一張 北投雙飛裸玉照震撼國記 又成為美軍駐台歲月最轟動事件 北投還有一個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叫做座鴨 這兩個就是脫衣陪酒 每次客人進來 你賞大酒 你願意賞大酒 小姐才會 有點像 買她時間 聊天 對 你跟小姐 再自己去討 有點像我們早期還有華西街嗎 你走過去不小心就被拉進去 你身上的東西就被搶走了 你不繼續都不行 為了搶賺美國財 酒吧業者還推出 八女養成計畫 先篩年紀 再看身材 條件最優的才能進到特訓班 而且他們還很積極 找老師苦練英文 K叔了解美國文化 就連美軍入台的日期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一個月會有一個特訓班 其中當然包括拖衣舞 後面有樂隊嘛 然後他就上台扭動嘛 扭動之後就慢慢一件一件的拖嘛 性感火辣的秘密秀成為話題 掏金產業鏈還包含著 帶美國大兵都封的三輪車 負責美軍伙食的廚師以及旅館業等等 根據統計 以美軍一人200美金的消費力 台灣的外匯收入超過10億台幣 同時還刺激民間波萊品消費 以前有講過說北琴光 南絕匠 事實上琴光商圈的東西呢 因為都是美軍高級人員使用的 才流過來 包括一些煙酒 洋酒 洋煙 還有一些護膚品 名牌的化妝品 香水 進口零食 這些都成為民運貴婦最愛淘寶的品項之一 也成為台灣人與山目大叔的共同記憶 同時卻也不時上演刀光劍影的街頭風雲 調閱台灣警備總司令的機密檔案 美軍在台灣引發的 竊盜 傷害 危損 酗酒滋事等案件 一年內就發生了1800多件 美軍就是強奸台灣人 然後發生賠償的事件 美軍衍生出來的糾紛事件 當時的台灣政府只記錄不懲處 美國大兵在台灣的日子 不僅促進了區域經濟 同時也帶來了文化衝突 這些風化學運故事 最後都融合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明清兩代兩岸之間海盜橫行 那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蔡謙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不是蔡謙 而是蔡謙的老婆 傳說中的蔡謙罵 當年因為蔡謙太強了 所以嘉慶皇帝曾經派威武的大將軍 李長根來討伐他 居然他被蔡謙罵一槍打死 當然這是傳說 不過傳說中的蔡謙罵不僅打扮火辣 而且很有頭腦 懂得用信仰來融絡這些海商 並且建立威望擴大他的地盤 而且在戰場上依舊能夠建功沙地 相傳最後他是醉海而士 但是蔡謙跟蔡謙罵的海盜傳說 並沒有因此而終結 百年之後依舊傳送不醉的 是他們的藏寶傳說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屬於台灣版的神鬼奇航 清朝嘉慶年間 有個熊霸兩岸三地的海盜王 名叫蔡謙 他自封為正海威武王 人稱大出海 所謂大出海是什麼意思 就是扛把子 所以他等於壟斷了我們福建 跟浙江沿海一帶的那些海上貿易 還有那些運輸 所以那些官方的船隻呢 都避開他 不敢跟他叫風 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霸主 本來只是打零工彈棉花的窮小子 後來混不下去 跑去當海盜 炮著彈師與謀略 勢力逐漸壯大 北起山東南到兩廣 當時統領百艘船艦 高達兩萬多名手下 他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 他對外從來不告訴人家說 我有兩百多艘船 他永遠講 我的船不到一百艘 只有九十九艘 為什麼呢 因為九九有長長九九的意思 你過了一百以後呢 他就常常被人家圍剿 隨著勢力越來越強大 蔡遷的目光更瞄準 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 1804年先進攻陸港 後犯陸爾門 淡水 府城 宜蘭都曾被他欺繞 說起他的馴服術 也沒有一套 能不打就不打 能搶 能搶然後不要殺 譬如說他跟馬祖這邊 就跟這些富豪講好 比如說你們幫我建馬祖廟 天后宮 建好了以後呢 我就送給你一個 這個免結金牌 堂堂大海盜跟馬祖 又何淵遠啊 相傳他在馬祖一代航行 曾被大物困 馬祖靠著燈樓來引路 因此巧妙避開了擱淺的命運 所以蔡遷必經之地 必改馬祖廟 在南竿就有兩座 分別坐落在金沙村和鐵板村 剛好他這兩個聚落 剛好都是面向 冥江口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可以瞭望到整個的 冥江的海域 據官方的口供 他們說在馬祖 有幾個村落 他們有製造火炮的工廠 馬祖列島就像蔡遷的火藥庫 家庭皇帝因此很頭痛 因此派出名將 這名水師李長庚 李長庚之強大 還有句俗言 不怕千萬兵 只怕李長庚 儘管強者如他 但最後還是被一槍斃命 相傳這幕後槍手 就是他蔡遷嘛 他喜歡做那種很辣的裝扮 身上穿一些紅色的衣服啊 子豬上兩個字形容他 叫做蕭炸 蕭就是蕭勇善炸 蔡遷罵飄漢威名正天相 不僅把海盜財物做七夜花管理 排隊船艦大改造 船手船尾設有火炮 就連家庭皇帝也將他視為 蔡遷海盜集團的主謀 他是說如果抓到蔡遷的話 一定也要把這個女的抓來 顯現著說蔡遷罵在這個 蔡遷的這個陣營裡面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人 厲害到連皇帝都注意他 蔡遷罵伴隨丈夫 東征西套 有謀略又有膽視 這韓上女皇到底何許人也啊 刷砍罵在這個台語上面 在南語上面來講 講到罵這個字的時候 實際上是帶有崇高的敬意 編記這個浙江的平陽縣市裡面 記載喔 他每天晚上都不回家 覺得這個女孩可能是有問題 可能就是所謂的不守步道 他去剃頭的時候呢 就看到這個女孩子 他覺得她非常的漂亮 而且又特殊 就因為花錢買的 那既然是花錢買的 我也可以用錢來買 因為海盜嘛 錢很多 他就用兩倍的價錢 把它給買走 叛逆少女變成令人 聞風喪膽的海上女皇 就是因為蔡千給予發揮空間 又尊重她 蔡千嘛 用信仰之名籠落海上 建立威望並擴大地盤 還在戰場建功殺敵 最後卻是墜喊而死 痛事之愛的蔡千 不久也被見面 蔡千在14年 就是嘉慶14年 1859年 在那個余山的地方 被邱良公跟那個王德里 圍剿 後來她 那次她知道 逃不了了 所以她也非常的壯烈 她自己乾脆把自己的船給撐掉 當時有兩百 據說有兩百五十幾個人 在那個 在那個那隻沉船之中 她所有全部都沉在海底去了 蔡千的傳說 並未隨沉海而消失 反倒是藏寶傳說 更能勾住世人的眼光 馬祖地區就流傳著 這麼一個名譽 金仔金年年 七降八百九百年 大水不賣掉 小水不頂起 誰人滴下去 粉以外千萬年 有人就說 這個八月十五中秋節的時候 你看到海面上一片平靜 但是閃亮的那種不尋常的光芒 那就是她藏寶的地方 我們猜測的話 應該這個不是這個海岸線 應該跟這個海獅洞 我們馬祖地區有很多的海獅洞 應該在海獅洞裡面 誰能解開謎語 就能有想不盡的經營財報 只不過這個藏寶秘密 至今從未被挖掘 但是海賊王蔡千寫下的海盜傳奇 至今流傳百年 傳送不墜 約莫在一萬年前 台灣有一群 上於航海的原住民 那三百年前 我們的公阿媽 從長山過台灣 成立條條披荊斬棘 渡過了黑水溝 挑戰大海求生存 他不但活下來了 而且還落地生耕 知返夜貌 這種壯舉如果放在現代 新聞一定會下標題 這個人做了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驚呆了 然後上片各大談話性節目 出書賺版稅 並且為奧運點燃聖火 三百年來 不斷有新的族群 來到台灣這片土地 日久他鄉變故鄉 各個族群在這塊土地上 融合幻化且迅濫多元的文化 我們就是一個兼容并蓄的海洋民族 海洋支持 旅讀台灣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